手機對著車頭一掃 客服人員從遠端一邊透過語音 一邊拿著粉筆全選指導 故障位置及時排除 這樣的AR應用既有趣 又能讓溝通變得效率順暢 而今年突如其來的疫情 更帶動零接觸商機 加快企業數位轉型的腳步 以因應未來趨勢 像現在因為大家在工作上 其實都不能夠去做這個遠距的 一個去travel 所以目前就會變成是 我們透過遠距協作的一個AR系統 去輔助蠻多國家的這一個團隊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疫情下之後 就算疫情的狀況結束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數位溝通的工具 其實也會是一個就是非常實用的一個領域 疫情帶來危機也帶來轉機 AR技術不知不覺走入我們的生活當中 也從一個很有距離感的名詞 化身清明的居家體驗 而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下 如何讓發展AR應用的產業 跨領域 跨部門創建AR職務與職能 由內而外提升專業力 在這裡很不一樣 在我們開始以前 你可以拿起你的手機 掃這個QR Code 大家聚在一起專注聆聽 學習新知識並適時提問互動 持續擴充自身能力 就是AR產業創新技術研發的動能 早在2010年就已投入AR發展的羽毛科技 透過一週一小時的課程 同仁們不斷精進 才能有更多元應用隨時與商業市場對接 那這個實際科技領域 其實涵蓋了非常多的創新科技 目前都可以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上 那包括剛才講到有AR 或真實境 那還有VR 虛擬實境 MR 混合實境 那再這樣子 羽毛執行長Jennifer 親自化身講師與員工 用你問我答的方式 在鏡頭前大方分享AR到底是什麼 一改過去只有一位講師 配上背景的簡報 讓課程輕鬆不再枯燥 近年來羽毛參加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 推動企業組織學習服務專案 運用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平台 打造許多線上課程 培育出更多科技人才 應該說這兩年其實我們公司 就一直在朝一個叫做學習型組織的一個概念去前進 所以當然這兩年搭配這個學習計畫 其實會讓我們其實 員工不管在職能上面 其實有更多的一個學習的管道 那不管是線上式的學習 那還有包括就是說 我們自己其實也自製一些課程 那因為像我們剛才提到這樣子的一個ARVR 就是實境科技數位轉型的工具 也很需要讓各行各業了解 打造獨創學習地圖 與盟實施強化各部門AR的專業能力 激發大量團隊協作與創意 因此連續兩年獲得學習計畫 學思創新獎讓員工受益良多 我們公司一直很注重在各個同仁自己 跟在公司上的進修 那就是透過今年的這樣子的 這兩年這樣子的學習 所以其實同仁也成長不少 我們的同仁透過這個網路學習的計畫 那可以利用在上班或者是說下班的時間 挑選對自己的職能上有幫助的地方 然後去進行盡兇 所以其實 其實受惠與現場學習的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去學習 在這個教授的過程當中就是 其實是教學相長的 因為每一個產業它都會有不同的想法 那我覺得整個的這段流程 它其實是每一個客戶 或是每一個這個授課的這個機會 都是在幫助我不斷地在學習新的這個技能 從這個設計的課程當中去反思自己 就是說我怎麼樣把這麼多豐富的這種產業經歷 然後再濃縮到一個非常短的時間 然後可以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有更好的一個學習 秉持不斷向前的理念 羽蒙AR超前部署 從早期的品牌零售到現在 在擴展到教育 博物館 工業製造 觀光文化及展野等等 發展十年下來 應用案例已遍及各行各業 因為現在整個趨勢上數位轉型的關係 所以其實每一個企業都會需要透過一個 比較數位化工具 其實來去優化它的原始的一些做法 所以目前都是我們的相關的 application的配置 其實可以透過這樣子的部分 其實協助不管是大中小型 或是說服務型 或是說工業型的客戶去做數位轉型 強調數位轉型已經是大趨勢所在 藉由AR技術的導入以及現今網路的便利性 優化既有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 無論遠端與客戶接洽 內部教育訓練或商品展示 都可以以靈活方式來呈現 預期未來在5G AI等型科技帶動下 AR應用還充滿更多可能